薛华社快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米 过去一年留下的深刻回忆 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2020年感觉大家过的 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疫情的事情 然后包括在前线战斗的那些医生护士们 还是很多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最眼前的一个小期望 就是我们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刺杀小说家》 会有一个好的票房 然后好的成绩 希望更很多的人会喜欢 拍《刺杀小说家》比较难的一场戏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打戏吧 因为打戏还挺多的 然后也挺辛苦的 觉得还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多去生活 然后好好的跟别人相处 这样以后在饰演角色的时候 有更多的共情 在这里祝新华社的朋友们 可以新年快乐 然后因为去年电影院没有开门 所以去年的春节大家没有看电影 那希望今年无论是跟家里人也好 跟朋友也好 大家可以一起去过一个有年味的年 然后可以去电影院 然后看我们的电影